看到他們在台上發光發熱的樣子 其實會蠻開心的 歡迎收聽練舞練星 忍蕭薇 我是更逆騎忍蕭薇的好朋友Ella 延續上集家長的主題 這集邀請到布萊恩 小布哥 他將在節目中暢談他太太和女兒的學舞歷程 他太太跟女兒目前都在學鋼管舞 那鋼管舞是一種以鋼管為主的舞蹈 他結合了爵士 芭蕾 藝術體操等等所延伸出來的一個運動項目 而且相當的有難度 也同時結合了利與美的一種表演藝術 那鋼管舞現在是一種公認的運動形式 可以作為有氧還有無氧的運動項目 全世界有很多鋼管舞的愛好者 正在努力推廣 而且淡化他的色情元素 鋼管舞在2009年的時候在新加坡國慶典禮當中有出現過 那像Michael Jackson的最後的一座當中 也有鋼管舞的表演項目 那世界知名的太陽馬戲團 當中有很多很多的鋼管舞元素 國內外有非常多的知名藝人 也紛紛投入鋼管舞的行列 在世界各地每年都有 大大小小的鋼管舞 比賽 而且都行之有年 那我知道說很多人夫啊或者是家長 因為刻板印象關係 不太願意讓 太太或者是小孩 去學鋼管 其實我很想知道說到底是什麼原因 小布哥願意讓他的太太跟女兒都去學鋼管 歡迎小布哥 嗨大家好 你們家是太太先跟你說要去學鋼管舞的嗎 他為什麼想要學鋼管 對是我老婆說想要學鋼管 那其實一開始我有問他啦 他就說 他覺得跳鋼管舞很漂亮 但是其實跳鋼管在台灣很多人的刻板印象就是 好像會跟色情連連接在一起 但其實我們自己去了解過後他在國際上也算是很頂級的運動 那就像剛剛主持人講的 其實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賽事 當然我老婆一開始沒有想那麼多啦 他只是覺得第一個鋼管舞 看起來很漂亮 他想學 那第二個 他想要鍛鍊自己的體態 然後再來就是挑戰自己 然後另外一方面很大的 一個動力他是說是輸壓 他覺得跳鋼管舞很輸壓 所以當初他的這些想法我都覺得很OK 因為對我來講 只要是我 周遭的 親友 他們想做的事情我都會支持他們 那你的 你聽起來超棒的 因為很多 因為我在 我今天要訪問你之前 其實我問了很多 沒有在跳舞的朋友 我就請他們去問他們的家人說 如果你要去學鋼管 你們家 你先生 或是你的家人 同意嗎 他們大部分就是 告訴我都是 他們說不行 然後我就 我就說為什麼 他們說因為那個穿太少了 然後他們就覺得好像就是跟那個 就是 就是他們有一種刻板的印象啦 然後想再問一下 你女兒是在耳濡目染之下也跟著媽媽去學舞嗎 還是他們 當初是一起去 上課 沒有我女兒就比較晚一點 因為當初我老婆開始學之後 那因為一個禮拜只上一堂課嘛 那他常常會講說覺得自己好像進步的很慢 因為我們都知道鋼管其實需要不斷的練習 那我說廢話你一個禮拜只去上一堂課 怎麼可能進步升速 我說你需要練習 但是他說那沒有地方可以練習 又不可能每天都跑到教室去 我就說好 那我就 在家裡裝一根鋼管給他 所以因為家裡裝了這根鋼管 那時候小朋友都還小 在讀幼稚園 因為我兩個女兒 那兩個女兒就 每天就把那個當成 單槓在爬 每天都讓爬上爬下很好玩這樣子 所以 玩了一陣子之後他後來 就 跟著媽媽一起去上課的時候 看媽媽在練習他也想說啊那 爸爸我可不可以學 所以後來是我兩個女兒其實都有主動要求說 要上鋼管課 那你同時讓他們兩個 就是母女兩個還是三個 本來本來是三個 但是小的就比較不能吃苦 因為我們知道練鋼管是很辛苦的 那小的大概上過三四堂課之後 他就說他不想練了 所以後來就只有大女兒 還有那個媽媽 兩個在練 那你當下知道說他們都要去上鋼管舞 你心裡是怎麼想的 那個是 就是剛剛像我說我朋友他們 家裡的人都是看戲嗎 其實我當初也會覺得因為鋼管 不是那麼好練 那我想說可能一開始他也不會練很久吧 但是沒想到他 那我老婆對鋼管很熱情 就算在辛苦 然後有很多的傷痕 他都說那繼續 而且我看他跳得很快樂 所以我是很支持他的 那我知道說那個鋼管舞的學費 比其他舞蹈的學費再高一點點 那你們家這麼多人去學鋼管 學費都是你付的 全部都是你支付嗎 一次付這麼多人的學費 會不會有點心痛 不會啦 我覺得 其實 應該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 那我覺得身為 他們的爸爸跟他的老公 我覺得 我就能 能夠支持他們的就是支持他們的夢想 那 那錢我覺得還好啦 再賺就有了 那我們一開始 一開始我老婆是上團課 那團課的費用就比較便宜一點 但團課上到一定的程度 你在突破上跟進步上就會比較局限 所以後來就選擇了 一對一的試客 那試客的費用當然就比較高 但我覺得是一分錢一分貨啦 那主要是我覺得這就是價值跟價格嘛 如果你覺得 你的家人因為上了這個課程之後能夠得到 快樂 得到滿足 得到自己夢想的實現 那我覺得花再多錢都值得 還有就是現在花這一點點小錢 其實也等於自己是替自己未來健康存入一點點 倒是沒看到那麼遠 那對我來講其實開心比較重要 所以我可以看到 自己的老婆小孩在上課的時候 很開心 那尤其是他們 有一些成果發表 或者是說國外的 演出或比賽的機會 看到他們在台上發光發熱的樣子 其實會蠻開心的 我身邊其實也有一些學鋼管舞的朋友 那我常看到他們在社群網站上分享 就是他們練舞過程非常辛苦 就是很容易受傷 就是這邊 黑青 那邊破皮 然後很痛 又非常的難 那他們都會說 其實蠻想放棄的 那你的太太跟女兒 也曾經有這樣的念頭嗎 其實好像都是 我要他們放棄比較多 因為有時候 他們上課的時候我會陪他們去 那 就是看到像我女兒常常在練習的時候 練一練 上課的過程之中可能就流淚 就哭 就會過來 找我抱抱 那我就說那要不要休息 今天這堂課是不是暫時停止 但是就看到我女兒很堅決跟我說 不要他會繼續練 所以其實看到會蠻感動的 那 以家長的角度來講會不捨 那我老婆的部分 其實他也 自己不斷的在突破跟進步 那 最大的部分就是有 有有時候遇到你成長上的瓶頸 那時候有時候就會覺得一直練一直練 好像都沒有辦法再往前一步 那時候就會有一點點 想要放棄 對 那這時候你會就是反過來鼓勵他們說 這時候放棄就太可惜了 對我還是會支持他 我就說你們自己想清楚 我女兒的部分是一直都 勇往直前 那我老婆後來 一兩次的瓶頸過後 他的方式大概都是去國外會看很多 頂級的這種鋼管舞者 的影片 然後用這個東西來告訴自己 自己在努力練下去也可以達到這樣子的程度 他們兩個到現在平均都學了多久 女兒的話大概是幼稚園的時候就在家裡爬來爬去 那真正開始學是 大班 但是 後來比較認真的學習的時候應該算是小二 所以小二到現在是小五了 所以大概就是四年左右的時間 那媽媽就比較久一點 媽媽就是大概在從她幼稚園的時候 所以大概就是六七年了 聽起來真的非常久 真的要堅持真的很不容易 那學五這麼久 除了你剛說的就是他們覺得他們的動作沒有 辦法突破之外 他們還沒有遇到其他的挫折 比較大的挫折大概都是 成長方面的 那大概就是說動作沒有辦法做到 非常漂亮有些動作做不來 然後再來就是說常常會受傷 那受傷 受傷你要在練的時候又很痛 那你可能就會停滯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沒有練習 那沒有練習又會退下來 所以其實最大的挫折是來自於不能進步 然後身體上的受傷 那他們為什麼這麼容易受傷 因為鋼管 為什麼第一個要先講為什麼鋼管要穿那麼少 不是要暴露 而是什麼 你穿的多鋼管 布料跟鋼管之間就會容易滑動 所以你是必須用身體的皮膚跟 鋼管之間的摩擦 去支撐跟固定 你會常常看到他們有時候就是可以放雙手 只靠腰只靠腳 就勾住整個鋼管 所以那需要很強的核心 還有就是 靠皮膚的摩擦 那你皮膚在摩擦的過程之中 其實常常就會很容易破皮 因為我們的皮膚 尤其有些部位是非常的脆弱 所以你在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在這些練習的時候就常常 皮就會受傷 那再來就是有時候 不小心如果說從鋼管上摔下來 或者是說有一些動作你沒有暖身好的話 也有可能會造成肌肉的拉傷 所以其實鋼管是蠻 危險的一個動作 那聽起來你剛說 就是他很有可能會從鋼管上面摔下來 那這樣子有沒有什麼安全上的防護措施 基本上他們下面都會鋪比較厚的墊子 就像我自己在家裡裝的那個鋼管 我們在下面也是鋪 比較厚的墊子 而且再來就是說 大人的話是還好啦 小朋友的話 尤其他在練習 或者是自己要去玩的時候 我們一定都會在旁邊看 而且一定要求他要做完了暖身 他才能上鋼管 對所以 我覺得安全一定是第一 第一個我們要注意的事情 那你剛說鋪墊子 那個墊子大概是像比較厚一點的瑜伽墊嗎 還是有專門另外一種墊子 有專門的墊子 有專門的墊子 安全性會比較高 那他們像你剛說他們很容易受傷 然後或者是說動作沒有辦法達到預期的理想 那他們是怎麼去克服這些挫折 如何去克服這些困難 大概就幾個方面 一個就是 有些動作不能完成 大概就是第一個你的肌耐力不夠 所以就變成像我老婆就有去健身房做重訓 那當然小朋友的部分比較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他們本身的 體重也比較輕一點 然後他們只要常常在管上練習的 的時間比較多 他們的肌肉自然形成之後 很多動作他們會比較容易完成 而且小朋友的筋也比較軟 那第二個就是筋的部分 所以 就變成基本上你每天 尤其像大人 大人的筋會比較硬一點 所以你就是變成每天要去拉筋 然後不斷的去 突破自己的極限 有點像在做瑜伽 因為 很多鋼管的動作是你的筋越開 他的動作才會越漂亮越美 對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訣竅 就是努力的努力的 練習 此之以恆 所以 鋼管其實他需要非常多 不同的交叉訓練 就是像說重訓可以強化你的核心 那你的 練瑜伽的話可以增強你 增加你的柔軟度 那 舞蹈的部分他們是怎麼去 去 學習呢 因為我的鋼管好像不是只有在肝上 轉來轉去 他也會有一些肢體的展現跟 類似像舞蹈的表現 那這個部分就是為什麼要去上上課了 因為專業的老師他就是會幫你編排舞 好像每次我們的不管是成果發表會或者是國外的比賽 那 第一個就會先挑選 歌曲嘛 然後再來就是請老師進行編舞的動作 所以很多舞蹈動作其實是來自於一個是老師 那第二個部分是其實現在 在很多的這個IG 有一些知名的舞者 他們都會po上他們自己的影片 那從這些影片來也會觸發一些靈感 太太學了六七年嗎 那女兒也學了好幾年 那這幾年下來有沒有哪些 讓你比較難忘的事情 有幾個啦 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次我女兒學了之後 他們的這個教室 鋼管教室有辦所謂的 成果發表會 然後那一次搞得還蠻盛大的 那我們也邀請了不少親友來 來觀看 那看到 自己的女兒第一次上台 然後在台上跳舞 他是非常享受比賽的 然後整個表情是很開心的 而且跳的 比我們預期的好很多 那台下有非常非常 熱烈的回響 所以那一次是讓我蠻驚嚴的 那是他第一次上場比賽的經驗 那第二個是 像我女兒在學校是有參加 學校的舞蹈團 那他們跳的是比較偏向那種 民族或芭蕾 對對對 比較像民族的舞蹈 那後來他們的舞蹈老師知道 就知道我女兒會跳鋼管之後 在一次的這個比賽 他把曲目加上了這個 鋼管的動作 鋼管的設計 邊排進去 那就是有一個橋段就是把鋼管舞帶入 對對對對對 那個搞得人壓麻煩 因為我為了這個還去買了一個活動的鋼管 然後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但是那一次 加上這個舞碼之後的 因為其他的 國小的比賽沒有人加入這個東西 所以算是一個創新 所以那一次我們也拿到了全國的優等獎 成績真的非常棒 因為就是有一些創意的元素 就是跟其他的團 就是展現出來不同地方 就非常就是比較容易可以勝出 對對對 就比較吸眼球 那 也因為的拿了這個獎 後來也受邀到那個大陸 福州去 做了一次 那個表演賽 那一次 其實我覺得對小朋友來講 他們能出國去做比賽 是一個 很棒的經歷 那你覺得他在福州這一次的交流演出比賽當中 那他有沒有就是 更進步或是更突破自己 或者他從當中學到了什麼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更有自信 那第二個我覺得是開開眼界 因為我覺得 我一直很支持 小孩 能夠到各國 去出國 遊覽 那因為我覺得如果只有在台灣 沒有去國外看看 你會不知道這個世界有多大 所以我覺得開開開開闊的這個這個國際觀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還有其他就是讓你比較印象深刻的嗎 那後來還有那個 有一次 客家電視台 那也因為 舞蹈團的關係 那找到找到找到我們那有錄製了一段節目 那這次節目 表演 就 很很發揮他的水準 但比較讓我壓抑的是 結束之後有一個小段的專訪 那我女兒既然颱風很穩的 那 問他很多關於 學鋼管的事情 然後還有他未來的 的志向 他都表達非常清楚 這個是讓我有點 壓抑 那他當時說他未來志向是什麼 因為之前那個 國際有一個世界鋼管 冠軍 曾經來到台灣 有進行表演 還有這個一對一的教學 那我們那時候有報名 那學會不便宜 那我老婆跟女兒都各上過他的一談 一對一的課程 那上完之後 我女兒 在那個 專訪的時候說了 他的志向就是要跟那個世界第一名一樣厲害 那你們就有針對他的志向就是有幫他做什麼規劃跟安排嗎 其實對我來講我沒有那麼重視 我只是覺得小孩子快樂就好 所以 他有這樣的志向很好 那我們就是鼓勵他要 你要有那種志向就必須要 不斷的練習嘛 不斷的挑戰 不斷的突破 你才有機會 那你如果只是說 想要成為第一名 但是沒有做 相應的事情 沒有很認真的練習 那也不能達成 所以我們只會 鼓勵他 鼓勵他這樣子 你剛剛跟我說 你們有 就是 讓他參加 舞團的表演 那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就是 有關於鋼管 表演或者是說 比賽這個部分的一些 過程嗎 比賽的部分我可以再講一下 就是去年 應該是 前年 前年的時候我們有到泰國去參加比賽 那時候去參加主要的目的 其實不是為了得名 而是想讓 讓我女兒去看看 其他國家有很多很厲害的選手 因為第一個 雖然他練舞大概是四年的時間 但是說真的並沒有 非常非常花很多時間的去練習 所以這一次 去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到泰國去 遇到了很多 很多 他裡面有很多組的選手 有專業組 有 非專業組 然後也有 小朋友組的 所以我女兒是參加兒童組 那這次也還不錯 蠻榮幸得到第3名 但是 我們這次有遇到一個 大陸來的 一個 很厲害的舞者 年紀大概比我女兒 只大一歲而已 但是他們的 做法就是 每天 每天就是 不停的在練習鋼管 所以 那時候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女兒在 比比賽的時候 因為他是在我女兒之前 那我女兒看完他的比賽 有整個自信 自信心是受創的 他看完就哭了 因為他在那之前他一直覺得自己還蠻厲害的 然後 就覺得自己應該可以拿到很好的名次 但看完之後他就覺得 哇那個人怎麼可以那麼厲害 怎麼一個 那個年紀那麼小的選手就已經做得跟 那個那個 就是 跟大人 對 很多動作非常的流暢 而且很多高難度的動作 我們就是鼓勵他 我們說因為你要去想想看 人家花多少時間 那你花多少時間 那你能有這樣子的成績 已經 已經很好 所以我們那時候鼓勵他說 不要跟別人比 跟自己比較 所以後來他上場 就 後來情緒比較穩定 那上場表現得也還蠻不錯的 所以後來他事後自己也分享 他說他 參加這個比賽 雖然拿到名次 但他覺得很大的一個學習就是看到 其實有更多更厲害的人 那他自己一定要 更努力才能夠 趕上這些人 有關於 小朋友去國外 去泰國參加比賽那一次 那他回來之後 他對於他自己的學習有沒有更積極 當然有 其實就是說他看到 國外有那麼多厲害的舞者之後 那 最主要是因為後來我們有跟那個家長還有 讓他們小朋友互相聊天嗎 那我們就去問他們是 什麼時候開始練然後 怎麼樣練習的 那他聽完以後他就 就知道真的要 不斷的練習才能 有好的成績 因為人家就是甜甜練 那他是 一個禮拜上一次課 那回到家 想到才會練 所以後來 比賽完 回來 回到 回到家裡以後他會主動 要求 上課 然後在家裡自己也會比較勤快的去做練習 所以他看到別人覺得自己也要想要達到那個目的 所以就他就會更積極的去做這些事情 對對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我們 把他帶出國外去參加比賽的目的 我們希望他能夠 看看 因為在台灣 真的學鋼管舞的小朋友很少 像他以前剛開始去上課 那時候一開始練的幾個小朋友 現在好像也都沒有在練了 所以他就會覺得 好像他自己跳得還蠻 不錯的 蠻厲害的 那去國外看看他才會知道世界有多大 那他需要不斷的 去努力 才能夠 讓自己更進步 很多人都說他就是會透過比賽去認識不同地方的朋友 那他有因為這樣子跟中國的那位 就是差不多年紀的小朋友成為朋友嗎 小朋友成為朋友很快 只是說因為他們還小嘛 就沒有所謂的Line或Facebook 所以回來以後其實就沒有聯絡了 就是靠家長雙方的聯繫 對對對 好那 你剛有提到說就是很多小朋友其實 學 在台灣學鋼管舞的小朋友其實不多 然後 學了一段時間 他們就很容易放棄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鼓勵更多人就是可以持續下去 對啊 我們是希望只是說這是我們看到一個比較比較可惜的現象 就 不只是小朋友 然後 因為我在Facebook有時候會放我老婆小孩 跳鋼管的照片 其實很多朋友會跑來問 其實蠻多女性的朋友其實對這一塊都很有興趣 那也 不少人問了之後有去體驗課程 甚至 報名開始上課 但我發現好像 上了一陣子之後 大概就都不會再去上了 那他們不繼續上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 很累 第二個就是 很容易 受傷 所以就是 沒辦法去承受那些 痛苦 他們當初可能 想說 應該 上個幾堂課就可以跳出很漂亮的 不要鋼管舞蹈 但是後來發現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就可能想說上了一堂體驗課或者是一起的課程之後就可以在 肝子上轉來轉去 對 你會發現不要說他們啦 我自己上去我都很怕把鋼管弄彎 其實我上去因為 鋼管 鋼管舞第一個 他需要很多你平常 沒有用到的肌肉 所以你如果沒有 足夠的練習那些肌肉是不會有強度 所以為什麼需要重心為什麼要不斷練習你才能夠把很多動作挑好那第二個當然就是肉軟度的問題 所以這些東西我覺得都需要 自己花很多的時間跟 毅力下去練習的所以 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講可能 都只看到表面上 看起來好像很漂亮但實際上 你要付出很多的代價才能得到這樣的結果 除了 其實我知道 學不管任何 舞蹈除了不斷練習同時你要找到一個好的老師能夠 用好的方式來引導你才有辦法可以比較快速的去進步 對沒錯 其實就教練的存在第一個 當然是能夠讓你的 提升會比較快 第二個其實我覺得最重要還是安全度 因為有時候如果沒有一個教練在旁邊指導 那你萬一用錯了肌肉 知識一個不對你很可能會造成 身體上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在 鋼管其實不管任何的 行業或者是任何的 一個方面 其實 有專家的指導 都是非常 非常必要的 你覺得他們兩個 學舞 這麼多年下來有哪些的改變 我覺得 第一個當然就是 有在運動 所以他的體態 還有他的體力 各方面一定比較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會上台 所以我覺得 在 在很多層面會增加他們的自信 所以在他們展現出來的 自信度上我覺得有提高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有了這個一技之長 所以 人家只要想到鋼管 就會想到我老婆或女兒 那也常常會有人來請教他們 鋼管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最後你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他們兩個 常常都是怎麼樣來激勵自己 突破自己 或者是說你都 就是你都怎麼樣去鼓勵他們 我覺得像我老婆的話 他主要都是 會去 看很多國外的 這種 頂級舞者的影片 那從這些影片來 讓自己 獲得靈感 然後再來就是 當自己遇到瓶頸的時候 怎麼想辦法去 賭破 那 小朋友的話大概就是 比較沒有想那麼多 那他們遇到挫折困難 就是會哭 那我們在旁邊 稍微 安慰一下 鼓勵一下 他們其實就自己馬上又恢復狀態 又會自己去練習了 今天聽了小布哥就是聊他太太跟女兒學舞的這些過程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鋼管舞其實是一個可以 增肌健身 又同時可以訓練你的柔軟度 增強你的心肺功能 更可以提升你自信的一個 非常好的舞蹈 而且他其實學 學鋼管舞同時你也會 對於物理的一些基本知識 你也會提升 但是呢 你在學好鋼管舞之前 你必須要先學會怎麼樣去忍耐那個痛 好啦今天節目就差不多到這邊 喜歡有興趣的朋友 再麻煩訂閱五星評分 留言 以及將煉武煉心 忍蕭韋這個節目 分享給你的親友 煉武煉心忍蕭韋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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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情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